送牛奶、兔子毛 女生自求失戀奔賊 原來只要夠淡定 一支牛奶都捉到賊 江蘇常州姓巴的18歲男人 日前前入一間中學的宿舍 而被女生發現 男生就說自己有刀 要協她付錢 男人登手後就爬槍走 但見到保安就自返 回房後就跟一班女生聊天 說自己失戀 有女生拿支牛奶 安慰男人兼裸子毛 還用手機偷拍她的樣子 奔賊吳芝晴 走的時候還廢了手 警方就由子毛和照片拉了賊